机动市议会临时会开议 市议员非常关心前阵子以来 中古市公车经常有抛锚故障的问题 有的议员认为 现任市长要更重视市公车经常故障的情况 发现从台北回来 我又来到了台北市的公车 哦 修正 是台北市不要的公车 老旧的车椅 不良的冷气让我们整个空车 公车的空气品质非常的糟糕 感觉快要到家了 结果又抛锚了 司机压力也很大 每天都要提早上班去检修这个老旧公车 到底有没有可能又再度抛锚 但是明明就已经定期保养了 那能怎么办 以旧换旧你们都会说机具老化 这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 你接下来的中古车 你还要继续采购完吗 对此也有议员调出前任市长时期 市公车因为抛锚故障 导致多人受伤的新闻片段 在市议会拨印咨询强调 中古市公车从前任市长就开始买了 更有严重的故障事故发生 不应该放大现任市长任内 公车故障的意外好像特别多 我要讲的是说 最近几起的公车抛锚事件 我们的议员还有什么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都太夸张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比起林佑昌市长任内的这件事情 我们的抛锚事件有这么严重吗 过去林佑昌市长任内也有买中古车 发生了更严重的交通事故 也是说有钢保养 刹车失灵 我们国民党的议员统统没有指责 更没有上政议局去乱批评市政府 基隆市长谢国良达巡实则强调 他上任后完整的2023年一整年 对照过去前市府在2021以及2022两年 2023年市公车的不良率是最低的 那以不良率来说事实上本府从2021年 2022年2023年 那本府算是2023年第一年上任 我们其实是在三年里面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基隆小市 就会变成全国市的大新 这样对基隆的这个 大家对基隆的能见度 对基隆的了解 跟对于我们市政的宣导 其实它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但是我们就是会继续努力把它做好 但如果要提到这个公车的这个不良率的话 就是救援率的话 我要跟大家报告 以2021、22、23来说 本府上任后完整的第一年 就是2023年 其实是三年里面最低的 那因为本府刚上任以后 我的确也碰到 就是第一年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的大型公车 过去的这个柴油的大型公车 就刚好就第一年就停止补助 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前市府也有 采购中古公车的案例 那因为我一上任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就有 手上有超过50台 超过12年到15年的公车 有待钛换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依前市府的案例 来做了一些中古公车的一个钛换 谢国良也强调 市府也已经规划好 将在民国114以及115年 全面钛换就有燃油施工车 购买全新电动低底盘的施工车 我觉得很感谢我们 各位议员的指导之下 包括美林议员 包括在座很多的党团议员 大家都非常关心 所以我们共同决定 要在民国114年 跟民国115年 把这些公车都换成 电动全新跟地底盘的公车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来使用 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林沛祥委员 跟公路局跟交通部 积极争取 让中央的补助 也能够到 我们这一次的 电动公车的采购 市政府公车 公车处也向市议会报告 由于近年来 中央就没有补助市政府购买 燃油市公车 因此才有 现任市府 延续前市府的政策 向台北市购买 二手中股市公车的情况 公车处也会针对 中股市公车 故障抛锚的问题 缩短维修保养的里程数 以及时间来做因应 希望减少故障的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